各位不好意思 今集又因为这个技术的问题 所以迫着又要将一集 得做两集来做 不好意思 希望之后技术可以改变 令到听节目的流畅度 就可以再好一点 希望大家都继续听我的节目 多多支持我 希望之后的技术有所改进 刚才算是上一节 又当成为Part 1 现在又开始做Part 2 上一部分就说到 我是想说一些Soft News 现在我就由Soft News开始说 今天选择来说的Soft News 就是现在展示出来的画面 所以大家都可能会有些认识 这位就是上片里面 两位女士 左边就是Kate Middleton 应该是凯蒂 右边就是哪位呢 看回这篇新闻就知道了 如果大家有追开这一套剧集 就叫做The Crown 就是英国王室的剧集 在Netflix上可以看 原先说只有五个Seasons 怎料又爆了这一单 就说第六个Seasons 就开始了Casting 找了现在刚刚展示出来的 右边这位女士 就是会做Kate的 大家看看 像不像吧 左边这位就是2007年的Kate 右边这位成功 Casting 就是Matt Bellamy 她就是会做Kate 应该就是会做她年轻一点的样子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这一套 我自己短短续续都有看的 不久都会看一集的 所以都很关注这一套剧集 想不到现在就开了Season 6 应该讲的内容 原先就是由英女王在登基那时候 开始讲的 就是第一个Season 就来到现在 应该去到第四个Season 就已经讲到有戴卓尔 或者是戴安娜那些内容 那去到Season 5 就应该会相当近代 这一单新闻就说 有Season 6 就越来越近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了 这道东西 都还有些 除了刚刚这位Kate的Casting之外 那下面呢 就还有另外一些角色 比如这个 William William 现在照片里面 左手边的1998年的样子 Casting成功的就是右手边这位演员 看上去也不错 再下一点 大家都知道这一套戏 很多时候有些演员 就是有年轻版 也有成熟版 William也是 他就再加上一个 成熟一点的演员 左手边就是2005年 就是William的样子 但是呢 喂 右手边这位演员好像就 感觉好像没有刚才那两位那么相似 那 比如看对眼 明显地 可能右手边那位大一点 接着额又好像没有真的 William那么高 那 可能这个就会给大家 就是有多一点的讨论空间 这个就 其余两位呢 感觉就都 OK啦 挺正常 应该也是挺讨好 另外刚才说过 就是说 这一套戏是 是有些会有年轻版 就是同一个角色有年轻版 也都有可能成熟一点的版本 比如英女王最早时期头两个季度 就用Clara Foy去做 做了两个季度之后 Olivia就接了来做英女王 就是比较年长一点的英女王 想不到呢 就是做完第四个季度 本身就一人重复两个季度 那后来就加多了第五个季度 应该都是Olivia做的 想不到现在再重复多一个 就是第六个季度 那朝鸡就不会转演员的 我猜到应该是Olivia做完第六个季度 那他就一个人呢 就会演英女王 演四个季度 那也是挺厉害的 另外值得说的 就是我自己觉得呢 这套The Crown 都是几多 可能写剧本的人 可能都真的要看一下 因为它的结构呢 就好像连续剧那样 但是呢 它又不是完全连续的 其实里面有一些事情 就好像一个集一个集 一集一个单元 去讲皇室里面的故事 但是呢 就是这么说的 他每一集去描述那些事件 大家可能都想到 可能有很多限制 就是说 你有什么皇室里面的事情 是可以真的很坦率地说出来的呢 第一是需要有一些修饰的 那这些呢 就是可能在编剧上面 有少少少需要拿捏 但是 我自己看了这么久呢 我都觉得这一套东西的 presentation 都算是挺坦荡荡的 去将皇室里面 个别人员的 一些可能很私人的事 或者是一些 他们特有的性格 都是很坦荡荡的 去描述出来的 那这里我也是 值得赞的 那这方面可能就 就是 帮助到写剧本的人 可能 可以放松一点 但是 虽然是这么说的 可能中间都是有一些 位置 是 制作人需要去拿捏的 那另外 还有一样 真是很厉害的 就是 每一集 他去讲 某一个特别的 皇室成员的事件的时候 那 他也是很用心去描述 可能他有一些 内心的挣扎 或者他 一些 自己的想法 那整套东西 去描述 这个主角 每一集的主角 的内心戏 都是描述得非常之好 那我觉得 都是一个挺高水平的 一个 编剧 所以我觉得大家 虽然这个 不是意见啦 但是我都会建议大家 可以 看一下这一套戏 而且 然后就是 season 6 我觉得 都挺开心的 这套戏可以 继续拍下去 好 那这一单 就当是 今集 给大家的 二战的 内容 二战的 叫做 都不是内容 刚刚这部分 是soft news 当是一集的soft news 那 那 是啊 希望大家都看 如果之后有什么 这套戏可以 转到来说 或者我们在其他 集数的soft news 都可以 和大家说一下 这一套戏 好 那我们现在 又回到 或者这么说 我再展示一下 另外一些演员 这个 还是 比如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Olivia 就是做了 年长一点的 英女王的那位演员 另外 还有 Matt Smith 他是做年轻版的 Philip 好 那回到我们这一集 的 主要想说的 二战电影 那 上一部分 叫做 又是上一部分 部分一的时候 那我们就说了 一些 当代 英国 立了的 新的 纪念二战英雄的 一些 的 一些像 那我试试 按一下 着街景 不好意思 这些 那也说了 就是韩国 和就是 就是 以前的朝鲜 和日本之间 就是 都在近代 就有些 因为一些倒序 日本方面 要申请入 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而 掀起的一些 争拗 直至 就说了 我们 接下来想说的 这一部电影 就是 《军南岛》 大家 我相信 不少人 会看过 这部电影 好 那我就 开回我的资料 先 大家 我相信不少人 看过这部电影 不过 我先说明 我个人认为 这部电影 是市场主导的一部电影 换句话说 其实在 《二战电影》的范畴里面 略为信息一些 为什么会觉得它是市场主导呢 现在我慢慢说 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 这部电影 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容 就是透过 利用演员的对白 对话 去交代一些事情 这部电影 本来也不是十分大问题 有很多电影 都会这样做 问题就是 这部电影 在头四十分钟里面 就利用了不同的演员 去讲述一些 很碎片式地讲 很碎片式地讲 不同的事情 都是相关于日军 怎样对朝鲜人 韩国人 怎样差 有很多可能都是 可能真的发生过的 但是表达出来 有些像是 一些 当时的旷工之间 口语相传的 一些 一些 很fragmented的故事 当然 最大的问题 就是这些 那么fragmented的故事 除了讲了 说是 日军 怎样 对 很差地对待 那些韩国人之外 其实对于整个故事的主线 就没什么帮助 这个 就是比较 就是令到故事 在头四十分钟里面 就是比较弱的地方 当然 另外 就是说 这个 这个fragmented的 那么fragmented的 表达方式 那有没有可以做好一点呢 能不能令到整个故事 在他又讲了那么多的 不同方面的 内容出来之后 又可以做得好一点呢 其实是有的 在过往里面 我就会建议 大家可以看一套 叫做The Pianis 中文就译做是 银琴战曲的 这套 戏里面 或者我现在都可以 展示一下 银琴战曲 应该就是 这个 这一套 也都是非常出名 我相信很多 观众 听众 可能都会 看过这一套 这套 其实这套 也是讲述 一个犹太人的 主角 他就经历了 二战里面 犹太人 遇到的 那些 问题 或者受到的 伤害 这样 所有事情 集中在一个角色里面 就显示出来 就将 是刚才说的 那些很fragmented的故事 就整合了 成为一个故事 那我会觉得 The Pianist 这一套 就是比较可以 处理得好一点的 一个电影 怎样可以将 一些很灵细的故事 变成一个故事 令到大家都 看得舒服一点 但是 《军南岛》这套 看来就是 这方面 也是比较弱一点 另外 同样道理 好像刚才 说韩国 就说日本方面 没有去将事实 讲得清楚 就是 如果你要将 军南岛 或者 刚才说的 佐渡岛 去变成一个 《世界文化遗产》 你要需要 讲一些历史 讲得清楚 同样道理 其实这部电影上了影之后 日本方面 也有说 电影内容 是扭曲了历史的 那 当时的导演 就有作出一些回应 就说 其实他就 无意 就是想 煽动大家 那些民族情绪 无意 就是去 令到大家 反日 那 那 我都相信 是的 因为 其实 很多的《二战电影》 大家背后 都是做了很多指导手集 我不会说他里面 很多是 完全不根据史实的 固然 导演也是这么说 他很多的内容 都是悲喪史实 所以你很强地去 很直接地去说 他是扭曲了历史 那 可能大家中间还有很多 争取点 这些就是 永远出现这些制作 都会有的一些争拗 那就是由 可能是一些 倒序 一些历史的地方 要申请成为世界遗产 就转移到电影的制作上面 其实大家都有这些争拗 那 那 还有 可以 给多一点知道 除了就是 刚刚 正在展示的就是 《军南岛》的电影 那其实呢 都值得说一下 就是 《军南岛》的小小背景 首先就是 它的地理位置 其实就是在 这里 刚才说的 的《军南岛》 其实它有个真名 真名就是 Hashima 中文译叫端岛 端岛 开端的端 就很接近 Nagasaki 很接近长期 所以电影到尾端 那些抗工离开了 军南岛之后 坐着船 都可以看到 长期被原子弹转炸 那 其实距离很接近的 某程度上 我想他们都 受到少少影响 那些抗工 另外 刚才想说的就是 就是 《军南岛》 除了是电影之外 或者可以展示多一点资料 让大家的印象可以 深刻一点 那应该是 就是 一些基本的资料 军南岛 其实就是因为 它的 礦场的岛序 形状就好像 一个在海上的军南 那样 所以就叫做军南岛 那其实它是岛来的 但是呢 加上了建筑物 加上了它外面 这些石屎的墙之后 就让它整个像是军南岛 所以就叫做军南岛 但是真名就叫做端岛 日本方面的 就叫做 Hashima 刚刚就说了 就说 它是一个矿场 其实就有点像 可以说回 座道岛那边 他刚才座道岛那边 就说已经是历史有几百年了 那中间又经历过 明治的工业革命 那其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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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南岛上面 其实它的情况 也有点接近的 因为明治维生的时候 它之后出现的 日本的 工业化 它们很需要有能源 那这些能源 那这些能源怎么来呢 那当时就是 都是要去到这些 礦场里面 要去采矿 那采矿 是一些很辛苦的工作 那只不然呢 当时的日本就找了 他们的殖民 殖民了的 这个 朝鲜半岛上面的人民 就去到 岛上面工作 所以就出现了 之后一系列的历史事件 那 刚刚说到就是说 导演就认为自己是 无意 就是煽动 任何的民族情绪啊 或者是 反日的情绪啊 那样的 那我都明白了 是不是 这些电影 不亂做的嘛 好像是 所以我同意的 但是呢 这位导演就忽略了 他虽然是 一开始是有一个市场的考虑 但是呢 他就牽动了 可能是另一种的 就是 另一班的人士 就会很生气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 其实他呢 就在电影里面 就加入了一个很重要的演员 就是在刚才那张文章上面 看到的 呃 或者我现在在 呃 直播这个画面 那个背景上面 大家都看到 其实宋仲基呢 就是其中一个演员来的 但是呢 宋仲基呢 在头四十分钟 刚才我说他 很firmmented 没有一个完整故事的感觉 那四十分钟呢 是没有出场的 那一个这么大家关注的角色呢 其实是要去到 第四十一分钟呢 大家才会见到他 进入这一套戏的故事的 那如果大家 一些很多 宋仲基的fans 要为了他而入场的 那头四十分钟 真是很难捱 那为什么会 是有这样的安排呢 这些我就 真是不太明白的 那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宋仲基在第四十一分钟的出场 其实就是说他是一个美军的 就是受过奋的一个 就是叫做军人的状态 还有就是他是 背着一个任务 来到进去这个军舰岛 希望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去到第四十二分钟呢 在毫无交代 毫无转折的情况之后呢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矿工 突入了在 在刚才 头四十分钟 那一堆矿工的人群当中 那这里 就变成了 大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就觉得 好像有一些东西交代不清 那也都令到 头四十分钟的fans 在那里白等了四十分钟 才看到自己想看的 宋仲基出场 那所以我就认为 他这样 好像又激怒了那些fans 那说到这个 就是宋仲基突然间 杀入了这部电影的情况 其实他去到后一点的阶段 的确确有一幕 是有给他用对白 交代他背景 在军舰岛里面其他矿工知 那一番对白 我想就是全部电影里面最多 线索可以给你找回一些史实 来知道军舰岛 或者是宋仲基这个角色的一些背景 但是 虽然他有这个比较多 叫做史实密集式 这样出来的一番对白 但是因为你头四十分钟 是比较零碎 然后他就突入了这部电影 那你就去到 就算你去再重新 去讲一个 这么资料丰富的对白 其实都对于这个角色的出现 是于是无补 就是他已经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突入 或者迟到 突入 跟着也是好像 看不到他那个任务 和现在本身那四十分钟 讲的故事的关系 可以有多大 那这儿就变成了一个 劇本上也是有一个 被人扣分的地方 在这儿 无论你那番对白 还讲到有多少 真实历史的线索 在这儿也好 其实都变成了 失去那种重要性 那当然了 那怎样可以令到这个情况 好一点 那我也有去想一想 那如果让我去 改回这个故事的话 我就会将宋仲基 他的气氛 由第一分钟就会出现了 那可以先说 他已经本身是一个矿工 在矿场里面 那然后至于 他怎样在美军那里训练 或者是 怎样接手 接了这个任务 要进来 冤枉岛 可以作为一个回想的方法 他可能和身边的一些矿工去讲的时候 用一个回想 而不是纯对白 包括一些片段 去讲故事 去令到 令到大家可能 因为你一回想 大家就不会问得太清楚 他究竟如何由外边进来 但是你现在这个铺牌 就令到 他其实就是 不属于头四十分钟 而突然之间 一个人 被人运了进来 军南岛的感觉 那这儿是有些交代不清 但如果你用了回想的一些 手法的话 那应该就是 会少一点这些问题 少一点令到观众觉得突压的问题出现 反而现在这个版本 他将头四十分钟 基本上是摆了那两副女 做主角的 即是现在 我们看到画面上 宋仲基 宋仲基的侧面 靠中间位的 其实就有个小女 还有个爸爸抱着他 头四十分钟 就变成他才是主角 其实如果 这样令到观众 是觉得摸不着头脑的 不如你就倒转 把宋仲基 从头到尾都当他是主角 那 父女 他之后都可以用这种 有温情 又灰谐的形式出现 但就明显示了一个 supporting的角色 我觉得 会比较理想一些 这些就是 我想可以 再调节一下 这套是可以改良的地方 另外就是 刚才说这套是比较市场主导 另外一个位置 看得出这套是市场主导 就是 其实应该制作人 就有考虑到 大家可能入场是想看宋仲基 对于这段历史事件 可能已经 普罗大众都略之一二 他就没有做一些很细致的描写 特别是最关心的 这个 慰安府的内容 其实这套戏 是很轻描淡舍 用一些很简单 轻轻忌不的手法 就 讲了慰安府这些事件的内容 出现 就没有用到一些比较 历史 或者一些更加具体的画面 就放在故事里面 我相信他也是考虑到市场 就是看戏的人 他未必是想看到一些 这样的画面 所以他就抽走了他 就用一些 就是 清亭点水式的方法 至于那些更加多的细致 就留给观众 自己去利用自己的 可能 其他可能 在电影以外的地方 得到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就自我补充了他 就 就是了事 这些 可能是对于故事的画面 或者是 那个 事实那里是会扣分 但是 也不是说不通的 如果他真的想 考虑到市场的话 但是 未来有几个 画面 有几段 我就真的想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或者如果看过的朋友 可以告诉我 甚至乎 你是有更加多的资料 都可以告诉我 那就是 究竟在 军舰岛里面 我们的矿工 究竟是可不可以 有自己的 乐器去玩的呢 那 我当他可以 因为 军舰岛 他一直以来 其实 除了说真的 叫一些矿工去採矿之外 其实 慢慢都发展到 真的会被那些 矿工在上面 是有生活的 譬如有戏院 有洗澡的地方 有泳池 那些 已经发展了 一个community 这样的形式 所以 其实 如果那些矿工 是有自己的乐器 可以玩的话 我觉得某程度上 都不是说不通 但是 在另一段 就真的 看看大家怎么看 因为他里面 就加了一段 就是 那些日军 是会训练那些 那些矿工的 而他们训练的方式 就是给他们一支武器 枪 这样 就会是 攻击 放在他前面的 螺丝福的一张照片 这样 那 究竟他们当时 跟矿工的关系 是怎样的呢 你 既然你对他们 都是这么差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 寄望他们 可以 帮你上战场 去 和美国 去对抗的呢 那 如果不是 那你又 为什么会可以 给到 一个武器 一个矿工 拿着呢 我觉得 这个是 比较难去解释的 那如果大家 有更多的资料 那都可以补充一下 其实 喂 他们在军兰島上 是不是真的会这样 训练那些 矿工的 除了矿工之外 他们还可以 拿着枪啊 还可以有机会 上战场啊 那是不是会这样的呢 那还有一幕呢 又是令到我觉得 呃 呃 有点 问题的 那就是呢 其实中间有一幕呢 就提到 有一位叫做千叶先生呢 就想 呃 就 就想修养了 刚才说的 宋仲姨隔离的 这个小孩 就是 回去的 就说到呢 就是 船上的 船的 总管 就要和 爸爸呢 去讨论 希望 那爸爸呢 就可以 给他的女儿 跟千叶先生走 那当然 那条件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答应 那 那女儿就可以离开 军兰島这个鬼地方 是不是 那 就是 不用留在这个地方 那 那当然呢 你就要和这个女儿分开 那当然也都暗示了 就是 分开之后 你们不会再见到面的 是不是 那提出过一个这样的事件 那奈何呢 这个事件提出了之后呢 在故事之后的部分呢 就再没有跟进到这个情况 再没有跟进到这个事件 那 究竟那爸爸是 是认为不行 那女儿要留在自己身边 所以 拒绝了 或者千方百计都要留在身边 第一 他答应了 还是怎样呢 其实是 从来 一直都没有跟进到 那 那当然 你真实的 你看完图片 你当然可以回答到 那爸爸觉得 那女儿应该留在身边 那 可以的 故事 或者真实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 去交代 去 去 解得通的 但是 在这个电影的立场里面 他就缺乏了一些内容 缺乏了一些 可能是 爸爸自己的一些心理状态 自己去想的一些事情 去交代他怎么看别人去提出 自己的女儿要跟这个千叶先生走的 这件事 一直都没有交代 就算他自己内心里面想一句话 不行 那女儿要跟着我 继续在这儿 都好 你这样可以叫做 给电影 有一个follow up 讲回这件事 提出了之后 究竟的结果是怎样 现在变成了就是什么呢 这件事本身 就提出了之后 在故事之后 是从来都再没有跟进 那这件事的跟进是来自什么呢 就来自观众 自己去补充了它 那这些是变成了 在那个桥段 和剧本上 是会有少少被人扣了分的 那现在这部电影 就在Netflix上面 就还有得看的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 都可以上去看看 看看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刚刚说过的那些事情 那不然呢 其实我也很期望 将来可能有其他的导演 其他的制作人 可以用回《军难道》这个背景 再讲一次 一个比较精彩一点的 《军难道》上面的故事 好 那这里就是分享了 《军难道》的电影 去到今集 第二部分 也是最尾 我想再分享多 一件事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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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我们过去几集 都有讲到的了 就是 就是 烏克兰 和俄罗斯之间的战役 加上 我们上一集 和今集 都讲到一些文物 文化遗产 这些内容 那我就想讲一下 其实呢 就像上一集 讲的那套 《The Monuments Man》 固然 今天就未release 给大家看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先 用自己的渠道 找这部电影回来看 先 讲到有一群人 在异战里面 想保护一些物物 其实 现在 烏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其实也有群人 在想这些问题 就想就是说 去 就是 保护烏克兰的那些受损的 文物 或者一些历史的 重要的地方 那样 就 介绍一下大家 看看 我现在分享的这个网页 讲到有一些人 就进去 现在 烏克兰 就已经是 就是 受损的一些地方 希望用一些3D的技术 就先将这些 呃 战争 过后 的即时的 颓王败瓦 就记录下来 那因为呢 其实 呃 之后可能 呃 会有人来做一些清理 那样 那你清理 固然他有他实际需要 那但是都 畢竟是破坏了 那个 战争之后的 那个痕跡 那所以这些人呢 就想着 进去利用这些3D技术 就先将 这些 颓王败瓦的 所谓战争之后的一些增长 就 先记录了下来 那成为一些历史的记录 那其实都是一种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来的 那利用这些3D技术 那现在都 呃 很多会利用这些技术去做 那当然啦 刚刚打完仗 究竟会不会打回来呢 那也有一定的危险性 那 那看一下这些人员 他做了些什么作用呢 那譬如就 现在我这里展示出来的 就在说 就是在 Kharkiv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火队和 看守堂 那做了一个的 呃 掃描了 那现在可以 看给大家看一下 那 战争过后 未清理之前呢 呢 的影像就是这样的 那当然如果之后呢 清理之后呢 呃 就算不是重建 不是什么 相信都会比现在是 呃 就是不是现在这个增长啦 但是所以 所以他们现在就觉得 有需要做这个 即时的记录 那也是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啦 那也说到他们手上 正在用的一个仪器啦 那这些太技巧了 那就不在这里说了 也说到 其实乌克兰 也有很多地方呢 很多的固执 需要做这些素描 那现在只是做了很小部分 嗯 那另外就还有这条桥啦 这条桥呢 就是由 乌克兰人呢 去炸毁的 那就是在 俄罗斯入侵初期的时候呢 就想阻止 俄罗斯军入侵 所以他们就自己呢 就炸毁了这条桥 那也都觉得呢 就是这条桥 有象征了 乌克兰去抵抗外敌的一些决心 那所以 都有考虑过 将这条桥呢 就真的原子 成为一个真正的 呃 就是 历史的 呃 呃 地方 打算将这个 就是炸毁的桥呢 就保留下来 那就是在另一个地 就是 很大机会就是在另一个地方 重新建那条桥 那就记录回当时 抵抗外敌的那个 那个 就是 情绪啊 那个心态 那也做了一个3D的素描 那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就还有一些是 房屋啦 那都可以移动到很近的 都做到很细节的了 那这些这样的 数据都需要很多的人力物力啊 和很多的科技 和 和可能是钱啦 那另外还有部分呢 就还没做的 那但是呢 都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技术呢 就像现在我这样啦 把这个按钮 就摆到他那个图片的上面呢 就可以看到他 啊 打仗前和打仗后啊 那个的选位了 这个呢 就是打仗后了 那另外还有下面呢 给大家看 比如白色的右手边这间屋啦 那 打仗之前固然很漂亮啦 那 那被人入侵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了 破坏了 那都可以用一些 先用一些简单的技术呢 就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这样的 受到战争损毁的 的一些建筑物 那之后呢 我估计他们也会做一些素描 那就是就 嗯 就是 都好像 几十年前啦 The Monuments Man 有班人都在关注这些 在乌克兰里面的一些文化遺产 那还有都顺带一提啦 其实在 现在的国际法里面呢 就是如果你是入侵了人家的地方 那就破坏了人家的 历史遗迹啊 就是一些文化遺产 那其实都是犯了国际法的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 约束着一些入侵者 就不是说你想怎样就怎样啦 就是 有了这些法例啦 就令到你是 其实只要你有这个动作 你会做这些东西呢 其实你就一定要是承受一些战争的罪行啦 在你的入侵完结之后呢 是没有那么快 没有那么容易 就是 settle down 给你可以叫做 成功佔领别人 没有那么简单啊 很多这些 国际性的法例呢 是一直都是约束住的 那么 分享一下这些小小小 叫做 俄罗斯和乌克兰 战争之间的一些小事件 那些 都 是不是算小事件呢 其实都不是小事件 可能影响到深远 但是 给大家知道 有一帮人呢 除了 是说 一些很实在的 战争的 前线一点的 或者关于人命的东西之外呢 也有人关心的就是 文化遗产的影响啦 好 那今集呢 又是技术问题 就断开了两集啦 那内容也算多的 那希望呢 我在之后的日子里面 可以继续 可以 改善 这个 制作节目的技术啦 那 让大家都可以 看得 舒服一些啦 那 那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啦 不好意思啦 这集继续变成PART 2 但是呢 因为今集就应该 看到背景音乐呢 就 有机会可以容易一些 release出来给大家看 那大家就 密切留意啦 好 那今集的节目来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好